還有一點 你說不會讓你生氣 這個應該是不可能 像我這一次 今天那個雅加達完 過年 我要回來 你不知道喔 蜜豆肉 裡面那個小孩子 應該會抖肅 五六歲 他也會吃什麼 為什麼 從上飛機都一直哭 哭到台北 嚇死人 可能是他奶媽還是什麼 又肥肥的他也不理他 他就蹲在那邊 嚇到我真的 我實在是 不想發脾氣 真的是有修養 不過我很氣 我就躲起來 實在是要跟他奶媽說 拜託一下好不好 差多少人 反正裡面 你躲起來之後 不是 鋸上的裡面 每個人大家 我看你 你看 你的表情都不一樣 我說我站起來 我說我小孩子 我拉好下去 媽 不要這樣子 他是說 應該人家看到你你是誰 這樣子很丟臉 沒問題 丟臉真的又坐下來 可是他還繼續哭 你奶媽為什麼都不理他 坐在那邊 想要站在那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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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個小時 看你的力 看你的力量 那些小孩子 要站一下我站在那邊 站在那邊 氣死 沒有人要 我翻譯一下 他說那種小孩 如果是他的話 他會把他打到流鼻血 真的 我打一巴掌就很厲害了 問一下 等一下 問一下高小姐 聽說你父母 對你的處罰方式 管教方式 是讓你六個禮拜 不能吃冰淇淋 哦 不是六個禮拜 是禮拜六 哦 反正我們每個禮拜 只有一天 可以吃甜的東西 所以呢 那一個懲罰的辦法 就是說你禮拜六 你這樣子的話 禮拜六就沒有甜品 我懂你吃甜品的權利 對不對 因為那時候就是我 大概是小朋友覺得最 最甜蜜的時候 最貴的東西 最棒的事情 對啊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 那就很嚴重 所以他要乖一點 對 所以會為了那個事情 所以不用提罰 對不對 不過一放你為什麼 你雖然贊成提罰 可是你也覺得 權威式的管教 會讓孩子的自信變差 你在台灣十幾年 你的觀察 嗯 對 這個 小孩就是 兩個嘛 就是一個 不能夠完全好的一個 也沒有一個完美的教育方式 我覺得 對 這句話我同意 兩個都有 沒有十全十美 像剛剛文英阿姨舉的一個例子 那個小孩如果說 小時候被他爸爸打 或是他媽媽 他不敢這種公愛場合 鬧人家四個多鐘頭 造成一個社會成本 別人在飛機上 沒有辦法享受 對啊 還影響到別人 可是如果說太過分了 也會 失去小孩的自信 沒有自己的一個 然後會害怕 面對什麼都怕怕的 看到要做什麼 要給他一個適度的一個空間 最好是打的時候要跟他說明 過來 哭完了以後來 你知道為什麼今天被打嗎 爸爸已經跟你說過幾次了 這件事情不能這樣做 以後面對這樣的事情 不能這樣 爸爸打你這樣 爸爸不是戰爭 不是想要打你 可是 大人最狠就是這樣子 暴力對待人家之後 還跟你解釋 我的暴力是合理的 我的暴力是有道理的 對啊 所以你給孩子什麼示範呢 我可以用暴力對待你 只要我是有道理的 只是暴力本身就是沒道理的事情 暴力本身是一個解決方法的一種 對 尤其男孩子 女孩子可以少打 男孩子一定要給他用 贊助力 好壞的大人 沒有 我爸爸說妹妹有打我 好可憐的大人 有時候陳華有好幾種 像我以前比較不會暴力 反過來說我老公 他也不會打小孩 可是他用那種比打小孩子 我感覺比打的心還痛 我記得有一次 我們以前要賺錢 過天有時候坐到2點 回來都2、3點 小孩子都在睡覺 他看他的書包是要看功課 沒想到看到 奇怪裡面怎麼有6個錢 也不是說很多 他就感覺說 這個小孩子可能 應該是跟人家誰誰 拖頭還是什麼 那個時候三更半夜 他都第二季都沒講 叫小孩子起來 小孩子在睡覺 莫名其妙 老爸叫起來 他們他都很怕拿老爸 起來用叫他跪著 拿一桶一個水桶 水差不多壓到他8分滿 叫他拿在上面 他又拖拖拖 他又在睡覺起來 他不知道犯了什麼錯 然後拖拖拖拖拖 那我實在看不看不過去 那明天早上我就帶他 他就去上課 我就去問老師 我說老師 然後後來老師說 那個錢 他同學就說 要打棒球 他不說要買球 大家說你多少錢 你50塊我50塊什麼 這個錢是這樣子來的 我在當場在學校 我都好恨我的老公 我說你為什麼 為什麼那麼急 結果小孩子昨天晚上 不是那個現不願望嗎 對不對 那我回來 我就跟老公講 老公也是 癲癲癲 他也是說 這小孩子是我免得 我會覺得這樣 對那個小孩子 相愛多重你知道嗎 從那個時候看到他老爸 好像 說怕他 可是有一點好像不是怕他 看到他會感覺很堵然 真的 真的會很那個 那我想 你的老公那時候 有對小孩子說對不起 沒有 以前老公不可能 所以 你打死他 他這句話就講得不出口 等到死了 他還沒講 那我覺得錯的話 也可以跟小朋友說 我這樣子其實是不對 C W 對不對 OK 我們發現 日本有一本書 他是這樣寫的 那這個 這個英國關係要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他在東京附近的 大概1700個小孩去調查 發現功課好的小孩 他們的背景有這幾個特徵 就是所謂的功課好 那當然 我要你知道 台灣的考試制度 我們其實都知道 80%孩子的潛能 是考試考不出來的 我想大家都同意我這句話吧 應該沒有人可以反對 因為他真的有 所謂的潛能包含什麼 他解決問題的能力 他跟別人相處的能力 他溝通的能力 他在其他在音樂藝術 或者是那些美感經驗裡面的 那些能力 我們中華民國的考試 是考不出來的 對不對 所以他們有發現說 小孩成績好 那你就發現 他有很多的社會背景 父親所得較高 在東京來講 因為可以提供他比較多的資料 就是生活比較好的 對不對 他不用去打工 對不對 再來 母親結婚前所得較高 表示什麼 這在日本社會是比較特別 母親的地位是比較好 比較好 對不對 有很多家庭裡面 媽媽的地位是不夠好 對 沒有被完全尊重的 而且你看看法到祖父 所以各位阿公 學歷比較高 還有這個母親喜歡做菜 竟然小孩成績會比較好 莎莎你為什麼講耶 因為我媽每天會做菜 每一天不管她上班下班時間 她每天會做菜 所以你的成績很好嗎 沒錯 不是啦 那這樣子我們台灣除書那麼多 她除書的是 你看小孩 母親 那可能又是一個關心 對不對 或者是媽媽比較多的時間陪伴 對不對 還有父親週六週日願意休息的 也是陪小孩子 對不對 他的安全感比較夠 還有發現 成績好的特徵 小孩個性都開朗努力 喜歡運動 所以運動 那這是日本的一個情況 未必是台灣可以試用 提供給各位做一個參考而已 這樣子 那另外我們要講到的是性教育的問題 好 那麼我們有個VCR 我們先看一下 1 2 3 要發生不好的性行為 因為不當的性行為 染上了性病 老師依照課程模仿 將玫瑰花一片又一片的剝弱 再將千元鈔票脫羅 再用腳踩在地上 也象徵著要提醒 即將要踏出校門的學生們 做錯事情 人有價值 最重要的還是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高雄市這所學校連續四天引進美國所設計的教育課程 希望能夠讓學生有正確的性觀念 同時還有一張拒絕婚前性行為的試卡 希望課程結束之後 學生都能夠自發性的簽署 不過卻引發了部分家長質疑 才小學六年級的小朋友 卻要簽名跨壓的連數 到底孩子懂不懂什麼是婚前性行為 又會不會是在同才的壓力之下 不得不簽呢 我拒絕婚前性行為 以後不會因為一時的誘惑而陷入困境 讓自己的未來變得很糟糕 學校會這麼大費糾章 就是因為敗科技所賜 性質是隨手可得 也讓小孩更加早熟 異性之間有性器官的結束 那你們同才之間跟同學之間 他了不了解什麼叫做性行為這樣 應該是大部分都知道 但有家長還是認為美國與台灣國情不同 台灣小學生是否現在就要去想 婚前性行為時不適當 實在是值得商榷 不過校方也強調 一切都只是希望孩子好 以後在實施之前 一定會再加強和家長溝通 畢別誤會 1 2 3 好 台灣的家長竟然還覺得 這個這麼早跟小孩講 是不必要的 不必要的 國一了 他們要升國一了耶 對啊 國一了耶 國一還小啊 當然要講啊 為什麼要講呢 你不給他教戰手冊 他遇到他怎麼辦 來 我們看瑞典怎麼做 我們學校會有 大概應該12 13歲的時候 會有一些課程嘛